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B6,在影片开始之前,非常感谢大家,愿意点击观看这个影片,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黑木爸爸,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通知,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订阅,以及分享黑木爸爸,这频道的大家,有大家的支持与鼓励,是这频道,继续制作影片最重要的原动力,因此在这非常感谢大家。 维生素B6,又称为维他命B6,比多醇,与抗皮炎维生素,其中包含多种比多类物质的总称,广泛在各种食物之中,是一种包含六种在化学上相关的化合物,能互相转化的,维生素液构体构成,与氨基酸的代谢有密切关系,都含有比定环,这六种化合物分别是, 比多醇,比多醇,比多醇,比多胺,以及相对应的磷酸化衍生物有,磷酸比多醇,磷酸比多醇,磷酸比多醇,这六种化合物,又以磷酸比多醇生物的活性最好,其他的化合物,也能够转变成磷酸比多醇。 维生素,B6,是必须维生素,为水溶性的维生素,能在肠道中吸收,过多的部分会随着尿易代谢,对酸有较佳的稳定性,却容易被碱性物质破坏。 人体肠道之中的维生物,是能够合成维生素B6的,但却非常的微量,所以主要还是必须从食物中摄取。 维生素B6,是超过140个细胞反应中的辅因子,这些反应和氨基酸生物合成,分解,代谢,与脂肪酸的生物合成,以及其他生理功能有关。 维生素B6,也是辅酵素,能够协助蛋白质,脂肪与碳水化合物的代谢,在维生素B6,摄取之后,会在小肠中的空肠吸收。 维生素B6,主要储存在肌肉之中,少部分存于肝脏,当细胞中的磷酸比多全部足时,容易引起婴儿癫痫发作。 维生素B6,也常被用来舒缓金钱的症候群,以及更年其症状,并能预防贫血,是对女性特别友善的维生素,因此又被称为女性的维生素。 一般而言,人或者动物体内的维生物,都可以合成非常微量的维生素B6,因为非常的微量,所以还需透过食物以及补充品摄取,维他命B6对于好气色、输压、增强体力也都是相当重要的。 维生素B6,是人体制造,红血球、白血球以及抗体时必要的物质,也与蛋白质代谢有密切的相关,能够协助消化系统中胃酸的制造,与大脑和神经系统能量的供应,因此可稳定神经系统,预防以及改善,暴躁易怒,失眠与神经紧张等症状。 也能够协助,皮肤由止线分泌正常、预防,以及改善皮肤状况有所帮助,降低经前症候群,与更年期症候群的症状。 在维生素B6,摄取后,会转换成为磷酸比多全等,磷酸比多全,会参与多种营养素的代谢,与神经地质、佐安汉血红蛋白的合成,以及活动与基因的表达。 磷酸比多全,为许多反应的辅酶,维生素B6,除了协助维持,氨基酸的正常代谢外,还能够使气色红润,稳定情绪以及帮助入睡等效果。 维生素B6的功能有。 1.协助氨基酸的代谢。 组成蛋白质的最小单位,是氨基酸,也是维持人体,最基本功能重要的营养素,所以维持氨基酸,正常的代谢就相当重要。 转氨酶是以,维生素B6,维辅因子来分解氨基酸,色氨酸转变成为烟酸时的反应,也需要维生素B6,因此维生素B6缺乏时,这些反应就无法正常发生了。 2.协助葡萄糖的代谢。 维生素B6,是糖原磷酸化酶的辅酶,但糖原分解,则需要维生素B6协助,维生素B6也能催化糖一生,糖原是以碳水化合物的形式储存,会储存于肌肉、肝脏以及大脑之中。 3.合成神经地质。 维生素B6是,血清素、多巴胺、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氨酪酸,这五种重要的神经地质生物。 合成的辅因子,可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能够调节生理机能,帮助入睡等效果。 4.协助血红蛋白的合成与活动。 维生素B6是氨基乙烯饼酸合成酶的辅酶,能够协助合成血红蛋白,还可增加血红蛋白,与氧气结合的能力,也有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状态,帮助红血球中的血红素形成,能增加各种养分运输的效率,因此与红血球健康有密切关系,进而维持好气色。 不只是红血球,许多研究也证实,维生素B6也与循环保健相关。 5.协助脂肪的代谢 维生素B6能协助肝糖、氨基酸以及脂肪酸代谢的反应,摄取足够,可加速脂肪燃烧与代谢的速度。 维生素B6是能促进撬脂的生物合成,即分解与合成神经吸氨重要的酶。 6.维持基因表现 基因表现的好坏与维生素B6有关。 细胞中维生素B6量的增加,容易使糖皮质激素的转入减少,维生素B6缺乏,亦增加白蛋白,mRNA,基因的表现,还会与各种转入因子,克制血小板的聚集。 7.协助色胺酸,转变成维生素B3。 人体能自主合成维生素B3,但是效率极低,摄取足够的维生素B6时,能够增加维生素B3的合成。 8.帮助入睡 维生素B6,是与睡眠有关的维生素,能和维生素B1、维生素B2一起作用,组成血清素,使色胺酸能转换成为烟碱酸退黑激素,有助眠的效果,但需适量补充,摄取较多并无法更好入眠。 9.保持好心情 维生素B6,对于调节生理机能是相当重要的,可以协助多巴胺,与氨酸等物质产生,多巴胺是所谓的快乐荷尔蒙,能产生开心的感觉,与协助放松。 维生素B6,对减缓女性,生理齐前的不适,也是很有帮助的。 维生素B6,每日需要摄取的量并不多,一般能透过日常饮食,就足够人体所需,所以正常饮食之下,通常不太会有缺乏的问题,可容易造成缺乏维生素B6的情况有。 1.经常外食 外食较不易有均衡的饮食,若营养摄取不均衡,亦导致缺乏维他命B6,长期摄取不足状况下,身体较容易出现营养素缺乏的问题。 2.消化到功能不好 消化到状况不好时,营养成分的吸收状态也会不佳。 3.服用避孕药 避孕药与维他命B6会有交互作用,因此较容易阻碍维生素B6的吸收。 4.饮食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蛋白质吸收与代谢,需要维生素B6协助及参与,在体内维生素B6浓度,无法与蛋白质的摄取量达到平衡,就容易会有维生素B6缺乏的状况。 5.经常酗酒 酒精会抑制,维生素B6的吸收,经常酗酒,容易降低维生素B6的摄取,因此易造成,维生素B6缺乏的情形。 6.压力大 压力大时会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肾上腺素的制造,容易消耗大量维生素B6。 单纯只是维生素B6缺乏症的人,非常少见,除饮食摄取不足外,维生素B6缺乏症状,还可能是因为反营养物质而发生。 如罕见遗传疾病,引发婴儿缺乏维生素B6造成癫症,与女性经前症候群的状况。 维生素B6缺乏是很少单独发生,较常会伴随维生素B9,与维生素B12的缺乏。 维生素B6轻度缺乏较较不容易出现症状,但严重或长期的缺乏容易会出现以下情况。 1. 代谢与循环系统 代谢与循环系统容易会有贫血、气色不佳、小细胞性贫血,以及肾结时罹患率增加等状况。 2. 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容易会有昏睡、神经病变、眩晕、恶心、呕吐、易疲劳、睡眠困扰、运动神经病变、癫痫以及手脚感觉异常等状况。 3. 皮肤 皮肤容易会有擦疹、皮肤炎以及止益性皮炎等状况。 4. 黏膜与口腔 黏膜与口腔容易会有口脚炎、睫膜炎、舌炎、口腔溃疡、红疹以及发炎等状况。 5. 肌肉 肌肉容易会有痙攣以及容易抽筋等状况。 6. 免疫力 免疫力容易会有抵抗力降低等状况。 7. 眼睛 眼睛容易会有红疹以及发炎等状况。 8. 心理 心理容易会有忧郁、情绪起伏大、心情低落、神经错乱、神经质以及精神恍惚等状况。 9. 生理 生理容易会有、金钱不适以及衰弱无力等状况。 9. 维生素B6 10. 使得行走困难,并且感官神经会发生病变。 10. 维生素B6 10. 是维持氨基酸代谢重要的营养素,喜欢大鱼大肉。 10. 健身的爱好者,爱美女性,饮食摄取较多高蛋白,以及工作劳累不好入眠的上班族。 10. 这些情形,是需要摄取比一般人更多的量。 10. 所需摄取的量,会根据体质等状况不同。 10. 而有所差异,也因维生素B6,结构较为不稳定。 10. 在食物过度加工,与饮食和习惯的问题,容易造成摄取上的不足。 11. 维生素B6,也容易受到高温,加工以及精致过程的影响而流失。 11. 抽烟,喝酒,含有咖啡因的饮品,蛤蜊与显类食物,都会妨碍维生素B6的吸收,使人体的维生素B6偏低或缺乏。 12. 虽然人体肠道的维生物可以合成,可合成的量不足以满足需求,所以还需从饮食之中摄取。 12. 含有维生素B6的食物有。 1. 全骨类。 全骨类有,麦片、小麦胚芽、骨粉、糙米肤、亚麻人籽、白凤豆、胚芽、栗子、小米以及荞麦等。 2. 坚果类。 坚果类有,花生、开心果、瓜子、腰果、核桃、葵瓜子、珍果、亚麻人籽以及芝麻等。 3. 蔬菜类。 蔬菜类有,绿叶蔬菜、胡萝卜、紫色花椰菜、甜椒、绞椒、海带、杏鲍菇、豌豆芽、青江菜、糯米椒、水果玉米、朝天椒、红辣椒以及大蒜等。 4. 豆类。 豆类有,黄豆、黑豆、毛豆、豆腐皮、红豆以及绿豆等。 5. 水果类。 水果类有,香蕉、哈蜜瓜、甜瓜、梨、柳橙、苹果、芒果、榴莲、蛋黄果、加州青梨、金黄奇异果、台湾土枣、巴勒、释迦以及爱玉籽等。 6. 动物类。 动物类有,鱼类、鸡肉、瘦肉以及动物肝脏等。 7. 奶蛋类。 奶蛋类有,蛋黄等奶蛋类食物。 8. 其他。 其他有,啤酒酵母等其他类食物。 维生素B6在高温,储存与加工中容易流失。 有些食物的流失量甚至超过50%,虽然广泛存在多种食物之中,却容易在烹调时,反复加热过程之中流失。 所以需避免温度过高,以及在水中烹煮时间过久。 肉类中的维生素B6是以生物利用度较高的磷酸比多犬。 植物中维生素B6大多是比多醇葡萄糖肝,含量较低,并且生物利用度也较低。 因此植物性会比动物性吸收率更少。 尽管植物含有的维生素B6吸收率比较低,可植物性食物中的维生素B6是以较为稳定的比多醇,在加工等过程中较不易流失。 动物性食物则以比多犬或者比多胺存在,在加工等过程中流失就会较多。 所以从肉类或者素食者,摄取到维生素B6的量病,不会有明显的差异。 素食饮食并不会比一般人更容易有缺乏维生素B6的风险。 若以保健食品摄取维生素B6,因为是水溶性的维生素,并不需脂肪协助分解与吸收。 因此建议早上摄取,餐前或餐后服用都适合。 维生素只是平常饮食中的补助,并非正餐。 要有正常健康均衡的饮食与运动,才是拥有健康生活的不二法门。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再次的相遇。 未经设计划 cortar。